韓國總統訪美討論勇恨 美航聯手反擊中共 保守派主持人卡爾森 與霍士新聞分道揚彪立 秦江訪飛 菲律北總統張赴美 讓視現場翻車 私人安保助美國人逃離蘇丹 RSF黑影現身 4月25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魏玲 以下是詳細的新聞內容 韓國總統尹錫瑞 在4月24日赴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並且會在星期三26日 與拜登舉行美韓峰會 峰會的核心議題是 韓美經濟安全合作 還有加強對朝鮮實際的威懾 另外還傳出 美方希望可以與韓國聯手 在晶片上圍堵中共 這樣也讓尹錫瑞訪美之旅 備受北京關注 尹錫瑞這次訪美 是韓國領導人 自從2011年以來 首次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尹錫瑞還帶領了 100多名企業家一起訪美 希望美國對電動車 乾電池和半導體方面給予優惠 今年正好是美韓確立軍事同盟關係70年 上方關係有望藉著這次訪問 推至新高點 有消息說 在尹錫瑞訪美期間 美韓將會討論多個議題 比如台韓問題 高科技上的聯手 還包括在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加劇時 美國如何向韓國提供加強威脅的保證 根據BBC報導說 在首爾一家地下餐廳的私密房間裏 一群政治家、科學家和軍方人士 正在召開核政策論壇的首次會議 計劃韓國如何發展核武器 其中一些人的身份過於敏感 沒有辦法公之於眾 在過去的幾個月裏 韓國擁核的想法已經爆炸性感成為主樓 甚至尹錫瑞也在一次國防會議上 也提出了這種可能性 這樣令到他成為近年來唯一的一位 將核選項放在桌面的總統 現在 韓國的報紙專欄 每天都在此大肆宣傳這個想法 而令人驚訝的是 四分之三的公眾支持這個想法 韓國人對他們那個 擁核的朝鮮日漸焦慮 26日尹錫瑞將傳網白宮 尋求拜登的支持 而白宮之心官員表示 拜登打算在26日峰會時 承諾採取實質措施 阻嚇朝鮮核武威脅 值得關注的是 就在韓國總統訪美前 中韓爆發口角衝突 尹錫瑞日前接受路透社專訪時表示 台灣緊張局勢升高 是有國家試圖以武力改變現狀 韓國會與國際社會站在一起 絕對反對這樣的改變 他還提到 台灣問題不僅是中共和台灣之間的問題 和朝鮮問題是一樣 是一個全球性問題 尹錫瑞的表態引發中共不滿 隨後中共外交部副部長 孫維東召見韓國駐華大使鄭在浩 提出嚴正交涉 說尹錫瑞的言論 完全不可接受 但是隨後 韓國外交部也召見了中共駐韓大使 迎海明 對中方評論表達抗議 在兩國護照大使的隔日 中共外交部長秦剛就警告說 誰要在一個中國原則上做文章 中共絕不含糊 絕不退讓 顯示了中韓火藥未十足 美韓峰會 另一個引人注目的議題 就是韓國在晶片戰中的立場 《金融時報》在23日報導 如果中共禁止全球晶片 傳儲巨頭 美光公司在中國銷售的話 這樣 華盛頓要求韓國政府 敦促三星電子和海力士 不要趁勢增加對中共的晶片銷售 以免讓中國得力 填補中國市場的空缺 這是美國的計劃 可以團結盟友一起 來對抗中共經濟脅迫的另一招 報導說 美國向韓國提出這類要求 顯示晶片是美中競爭的核心 目前 韓國駐華盛頓大使館 和三星都沒有回應 《金融時報》指評請求 SK海力士就表示 未收到韓國政府的通知 美光拒絕指評 馬公也沒有對具體細節發表行論 但是表示拜登和尹錫瑞政府 在國家和經濟安全問題上深刻合作 包括努力保護前沿技術 而且合作取得歷史性進展 在4月24日 美國的著名媒體霍士新聞宣布 和非常受歡迎的金融時段主持人 塔克卡爾森分度揚標 但沒有說明原因 在宣布卡爾森將離開之後 霍士公司的股票在五盤交易 下跌了大約4% 霍士新聞發布的新聞稿中說 霍士新聞媒體和卡爾森已經同意分度揚標 我們感謝她作為主持人 一直以來為網絡所做的服務 她的離開將會立即生效 卡爾森是最後一期節目 卡爾森的最後一期節目是在4月21日 所以 意味著卡爾森沒有機會單獨向觀眾告別 卡爾森是在2009年作為讚稿人首次加入霍士新聞 2012年至2016年間 她擔任霍士與朋友周末節目的聯合主持人 一年後2017年 卡爾森開始主持黃金檔 晚間8點時段的霍士今晚新聞 近年來 卡爾森的節目是所有有線電視節目中 最受歡迎的節目之一 她以厲害的風格 批評著美國當今社會的左派風氣 今年3月 在眾議院議長麥卡錫的獨自授權之下 卡爾森獲得了1月6日當日 國會大廈內外的監控視頻 總場達到4萬小時 這些視頻之前從未對外公佈過 視頻顯示 國會事件標誌性人物 錢斯利 是在警察的護送之下進入國會的 這個消息引發了全美的轟動 數據顯示 今年3月卡爾森在有線電視上吸引了前所未有的流量 平均每場節目有超過325萬的觀眾 現在卡爾森的霍士今晚新聞節目 《Fox News Tonight》將由幾位主持輪流 直至到新主持任命為止 直至到目前的位置 卡爾森沒有在此事件作出任何回應 在4月21日霍士新聞節目中 卡爾森還曾邊吃pizza邊告訴觀眾 她將在今天繼續做節目 所以這樣顯示 霍士新聞網是突然做出 與卡爾森分道揚標的決定的 在宣布卡爾森將離開網絡後 霍士的股票在五盤交易中 下跌了大約4% 資深媒體人方維仙發推文說 眾大新聞 霍士電視台一哥卡爾森被突然下線 連與觀眾說再見的機會都沒有給 卡爾森是霍士新聞僅存的 願意投精力做第一線採訪的專業新聞人 加上她的厲害 讓她當之無愧地 長烈贏得有線電視新聞的Cable News第一名 兩方絕交 並未出惡言 所以還不知道真實的原因是什麼 總之是太震撼和可惜了 有膽識新聞人的家在哪裡呢? 在中美互相博弈的亞太局勢中 菲律賓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5月1日菲律賓總統小馬赫斯 將會到達華府與拜登會談 而這樣讓中共坐不住了 中共外長秦剛 也緊急地對菲律賓進行訪問 有觀點認為 美國正在訪校不約模式圍堵中共 小馬赫斯在24日表示 由於區域情勢持續升溫 5月1日將會在白宮和拜登舉行會談 具體商討 美非共同防禦條約會調整哪些具體內容 過去兩屆菲律賓政府都曾敦促 美國明確地說明 美方會在什麼情況下 根據非美共同防禦條約來保衛盟友 而白宮說 這次回談將會重新捍衛菲律賓的堅定承諾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小馬赫斯 張富華府與拜登會面之際 中共外交部長秦剛 4月22日與小馬赫斯 與菲律賓外長舉行了回談 秦剛說 中方願意與菲律賓合作 解決在南海的分歧 彭博寫說 此表明 北京想削弱美國在菲律賓的影響力 中共希望加強與菲律賓的關係 小馬赫斯上任以來 與美國加強了軍事同盟 不但為美軍開放軍事基地 在4月11日 美非展開數十年來 最大規模的年度聯合軍演 人數超過1.7萬人 而相反菲律賓和中共的關係 就在惡化 美聯社說 去年以來 菲律賓已經對中共提出了兩百多次的外交抗議 其中 自小馬赫斯上任以來 至少有77次 大多數投訴 都是涉及中共在南海的侵略行為 包括2月份 用軍用級激光瞄準 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的船隻 還有更離譜的是 日前推特上有一條好火的視頻 央視新聞女主持 說到中非黃岩島摩擦事件的時候 竟然說 大家都知道 菲律賓是中國固有領土 菲律賓主權歸中國 這是不爭的事實 網友大笑說 菲律賓幾時亡國了 這是第一次聽到 還有些說 央視美女是不是在那裡混遊 全世界都是你們的 這樣就開心了 還有些人說 這就是一個大型的翻車現場 不過 將中共的實際想法說出來 菲律賓在南海越來越突顯重要性 是因為菲律賓距離台灣最近 小馬赫斯自己說 在兩岸緊張局勢方面 我們處於最前線 而美國一再警告說 如果菲律賓軍隊船隻和飛機受到攻擊 美國將會依據美飛防衛條約 保護菲律賓 有觀點認為 韓國訪問美國 菲律賓總統訪美 這樣也顯示了 從東北亞到南海 印太地區的陣營對視形勢 逐漸明顯 自從2022年以來 美國明顯增加了在印太地區的外交 經濟和軍事投入 美國正在臨無北約模式 和日、澳、韓、非等相互結盟 對中共進行圍堵 打造印太區域的一體化威懾 而澳烏戰爭的爆發 趨化了這個趨勢 北約也在加入印太區域的戰略 2022年日本、韓國、澳洲和紐西蘭四國領導人首次受邀參加北約峰會 也就是說 美國正在形成印太的北約化和北約的印太化的戰略形勢 來圍堵中共 蘇丹的軍隊和準軍事組織快速支援部隊 LSF 無視美國和世界大國要求開齋截停火的建議 仍然繼續交戰 令蘇丹出現撤離大潮 美國政府已撤離外交人員和家屬 但是還有不少美國公民 求助私人保安公司逃離蘇丹 根據《法新社》報導 蘇丹戰鬥激烈 首都赫土木機場主要由RSF控制 一些疏散工作正在紅海的蘇丹港進行 在23日 美軍派出3架大營運輸直升機 撤離了70名美國駐赫土木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和家屬 根據估計 有大約1.6萬名美國公民滯留在蘇丹 其中包括雙重國籍人士 拜登在一份聲明中呼籲蘇丹 立即和無條件的停火 不過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一些美國公民正在尋求私人安保公司的幫助 一家私人安保公司的首席執行官 巴克納說 他們的公司已經輸送了數十名美國人 前往蘇丹倫國 他們很多時候需要躲避槍炮等的攻擊 他說 現在還有數百名客戶在等待中 而且越來越危險 蘇丹的衝突 是由蘇丹過渡軍事委員會主席 布爾漢將軍和快速支援部隊指揮官達加諾 搶奪控制權引發的 蘇丹地區外交人士對CNN說 俄羅斯固傭軍 瓦格納一直在向快速支援部隊提供地對空導彈 而達加諾一直是俄羅斯參與蘇丹事務的主要受益者 是莫斯科的武器和培訓的主要接受者 今天的報導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